我们这个店开多久了 十多年 那你以前都是开这个店吗 没有以前是路边摊的 你好像不是本地的吧 龙海 龙海啊 那龙海在我们这个厦边这边的话 做小吃也很多啊 对很多对 那你这个皮都是什么东西 面粉 里面除了变软还有什么 猪油 猪油比较酥 那你这个里面是包的都是什么料 粉啊豆腐韭菜 我们的料就比较特别 客人都说我们这里面的料跟人家不一样的 我们的吃起来比较湿湿的 论论的 那像我们这边的话 主要的卖的一些都是什么人 这边都是老客户了 都是卖比较远的来买 会比较多啦 龙肌买的比较少 钱埔也有啊 海仓也有啊 那像我们这样子一天大概能够卖多少呢 几百个啦 最好的时候五六百个 那像我们这样子一个是卖多少钱的 现在三块五 现在涨价了吗 涨了五毛钱 对 那你都坐十几年了 在下边应该买房子了吧 没有啊 盖在老家 还有漳州买了一套这样子 虽然很辛苦 但是这也挺值得啊 房子也建了 套房也买了 就赚点辛苦钱而已 那你这样子一勾能够炸几个啊 六十个 放下去得炸多久 差不多十五分钟了 要金黄色炸到金黄色 就是要慢慢炸是吗 对 慢慢炸 油温要控制了 太快会黑掉 里面没熟外面黑掉 那你这边除了这些韭菜盒还卖什么 还有花生饺 芝麻饺 还有炸澡 还有花生汤 就是专门卖这些甜点了 对对对 这个就是炸好的韭菜盒子 金黄色的外表看起来就非常的有实意 那现在它一个是卖三块五 那我们现在来给它扒开 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满满的 都是料 料还是很多 这个看起来汁很多 然后这个你看这韭菜还是粒的 吃起来真的很香 外出理论 而且里面的汤汁真的非常的多 它这个花生汤一碗是五块钱 配着这个吃真的是很好吃的 哪里有买食欢迎在评论器留言 我们一起分享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海浪哥 拜拜